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目前住在日本的阿倫 如果你是對日本的生活 或者是一些關於日本的一些情報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唷 我的頻道在每週26日都會上來新的影片 請大家繼續支持囉 然後今天我想要跟各位來分享一個 就是日本這邊還滿有名的 就是每年都會舉辦的一項大賽 它叫做Yurukara Grand Prix 然後這個就是吉祥物 簡單來講就是吉祥物大賽 然後他們每年都會由日本的各地就是會 你可以去登記參選 然後最後就是最終得票最高的人 就可以得到當年的第一名 就像大家耳熟能詳的熊本熊 Kumamon他就是在2011年得到冠軍敵喔 然後今天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日本今年2020年的這個 吉祥物大賽的前10名 分別是哪10支吧 首先是第10名 就是來自千葉縣的ジネンジャ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外型實在是 有點可怕 就小朋友看到我是覺得它有點 可能會嚇到哭出來之類的 然後它所屬是千葉縣白景市的 自然鼠應援會 對 然後它本身就是一個 就是那種天然鼠的那種概念 然後大家知道嗎 雖然它的外表非常的詭異 不過它其實是一個忍者喔 接下來是第9名 第9名就是新繫縣的エチゴン 然後大家看到它外型非常可愛 還是一個那個鬼 就是那種日本的鬼的造型的一個角色 然後據說它也會因為 依照它所出席的活動不同 它會更換身上的衣服 也算是一個 我是覺得它的外型還滿可愛的啦 接下來是第8名 第8名是位於千葉縣的Fukura Tamako 大家可以看到它外型非常可愛 就是一個米粒造型的外型有沒有啊 然後它所屬是千葉縣的多古丁 然後看它的外型也很明顯 它是一個米的一個妖精 而且它據說就是 聽說它是可以飛的 可是沒有人看過它飛起來的樣子 這是它官方的那個介紹 所以說其實也還滿有趣的唷 接下來是第7名 第7名是位於東京的Cabets Sang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外型 其實它的頭髮就像是那種高麗菜 那個菜葉的那種感覺有沒有啊 發想就是那個Cabets高麗菜 跟貓咪的一個融合體 而且據說它非常的會唱歌唷 而且不要看它好像很可愛的樣子 其實它是兩個就是那種 牙的高麗菜的媽媽 他們這設定其實還滿有趣的 然後我就覺得它的外型呢 看起來也算是滿溫柔的感覺 然後它一直拿著一個麥克風 不知道是不是一直在唱歌的一個狀態 其實有機會讓我還滿想要看看 它本人是長什麼樣子的喔 接下來是第6名 第6名是大阪府的豊野 然後它的外型很可愛 然後有兩個小辮子非常的可愛 然後它的所屬是大阪府的豐能丁 然後就是跟它的名字其實 諧音其實滿像 就是豊野的那種一個諧音 然後據說它是從普攻音的花裡面 所生出來的 然後現在雖然說頭上有兩朵花嘛 不過說不定之後呢 會變成那種普攻音就會飛走 而且據說這樣飛走之後 它也會慢慢的就是去灑瘦粉嘛 所以它的同伴也會因為這樣慢慢增加喔 聽起來是不是有點詭異啊 然後接下來是第5名 第5名是高知縣的安田郎安太郎 然後大家也看到它的外型 就是一個碾魚的感覺 它的嘴唇非常的厚 然後腳是那種魚鰭的感覺有沒有 然後據說它會把那個天然鼠 背在身上走來走去的樣子 這樣是不是它就是背著那個 剛剛第10名的那個雞年雞的感覺啊 而且據說它會把就是有那種茄子啊 跟番茄的那衣服穿在身上 然後性格是比較那種天然のんびり 就是那種漫漫的那種感覺 而且也喜歡一些那種下韭菜跟酒 然後它會為了讓安田町更加的有元氣 而參加各種不同的活動唷 好 接下來是第4名 第4名是大阪府的竹の道ゆずる 它的名字超長的有沒有 然後它所屬是大阪府的みのおし 大家看它的外型 其實有點像是日本的柚子的感覺 像是大阪府的みのおし 它所產的就是柚子跟紅葉 簡單來講就是為了要宣傳當地 所誕生出來的一個吉祥物 然後而且它在每年的排行 都算是還滿前面的 所以說不定現在算說今年是第4名 所以接下來會慢慢的往上升 所以哪一年會變成第一名也不一定喔 好 接下來是第3名 第3名是位於祁鈺縣的つるこ 然後它所屬是祁鈺縣的つるがしまし 它的外型感覺上也是非常陶寫 也非常有元氣的感覺 然後它在今年的那個就是介紹裡面說 它今年也許是它最後一年參賽也不一定 不過今年它只有拿到第3名 希望它還能夠繼續參賽 因為我覺得它的外型基本上看起來還滿可愛的 就是一隻很活潑的那種龍的感覺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接下來是第2名 終於到了最後兩名了 第2名是大阪府的ゆるなっきん 它的外型非常可愛 是一隻狗狗的形狀 不過它其實是他們另外 就是大阪府的另外一個角色 叫做ゆるなっきん的一個分身 然後ゆるなっきん是比較像是一般 我們一般人正常大小的感覺啦 然後這個ゆるなっきん就是比較可愛的版本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所屬是大阪府的全左眼視 不要看他們這樣 他們前幾年也都拿到非常棒的名次 只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前幾年呢 這個ゆるなっきん跟ゆるなっきん 他們是兩個 是合成一個的情況之下去報名的 不過今年是只有ゆるなっきん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我覺得如果這樣下去說不定 接下來順利的話 美許名言台也是可以 然後第一名也不一定喔 對 然後目前講到現在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大阪的 大阪的入圍的真的 入選的角色真的甚至還滿多的 其實它這個你只是各地的 你如果是公司 應該是公司也可以 就只要你有一個像這樣子的吉祥物 你就可以去申請報名 你就可以線上讓人家去投票 所以基本上你只有創造出來這個角色 它有代表某一個地方的話呢 你都可以去線上報名 然後並且讓它殘選 對 我覺得這也是還滿有意思的 好啦 那接下來 いよいよ 差不多就要進入我們今天影片的重頭戲 就是第一名的發表囉 然後在發表之前呢 我順便先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 就是我其實我有另外一個頻道呢 叫做阿倫與廢大叔 然後我在那個頻道呢 我們有做了一支影片叫 日本最廢吉祥物 然後我們有票選了幾個 就是日本吉祥物裡面 覺得非常的好笑 會長得很奇怪 或是很噁心之類的那種吉祥物 我們就把它統整出來的前七名 大家有興趣也去看一下喔 而且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剛才的二到十名之中呢 也有一個角色是被我們選在這個 最廢吉祥物裡面喔 大家猜猜是哪一支呢 好 隆登日本2020年的吉祥物 第一名的角色就是 位於岩手縣的高田の夢ちゃん 它的外型大家有沒有看到 非常非常的可愛 而且它呢 我稍微看 因為它這邊介紹有點稍微長一點 然後它的所屬是陸前的高田市 就是岩手縣的 然後東北其實說實在 因為大家知道大概十年前左右 那個就是日本的 東日本大震 大地震嘛 然後那個時候他們受災也算是滿嚴重的 所以說這一個呢 高田の夢ちゃん呢 它呢 它主要是代表著就是夢的大使 然後它頭上的那一顆星星呢 是象徵的就充滿希望的光 會引導著就是小孩往更加安全的地方 前進的那種意思 然後它背後有兩個小翅膀 就是可以這樣飛來飛去的那種感覺 非常的可愛喔 身上所在的那個包包裡面呢 裝了大家的那種夢想 所以它會到處去散播夢想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個說不定是 也是因為它因為這樣 所以才能拿到今年第一名 當然可愛也有佔很大的一個成分在裡面 然後自己是覺得還滿可愛的 不愧是第一名 有點那種 我覺得是那種當之無愧的感覺 至於大家呢你們這10名裡面 就今年這10名裡面 你們最喜歡的是哪一個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唷 然後如果你們還沒有看到 阿倫妮菲大叔那個 日本最廢吉祥物的影片的話呢 也可以歡迎去看一下喔 裡面真的有滿多是 我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怎麼會有長成像這樣的吉祥物 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尤其是第一名真的是 甚至還會有那種變身 階段性變身的感覺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喔 好 那以上就我今天跟大家小小的聊一下 就2020年今年的吉祥物 日本吉祥物的前10名 大概是什麼樣的角色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我也把這個就是 他們比賽的網頁 放在YouTube影片下方的說明欄內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看一下喔 不過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請 大家去幫我訂閱一下阿倫妮菲大叔 裡面的影片的動畫 都是我們偶心力寫的 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小動畫 你可以邊看動畫邊學習一些知識 非常的不錯的一個頻道喔 寓教餘了 我覺得非常的不錯 有興趣的話 請大家多多幫忙訂閱吧 好啦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午再見 拜拜